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 我是小安 你准备好去异国旅行 放松心情了吗 亚洲如此的美丽 度假我们又敢往哪里去呢 如何用最少的钱 享受最大的旅行体验呢 这一期 亚洲大眼睛就与您分享卡爱 你是不是去了无数次的泰国旅行 但就只会去曼谷 巴提亚 苏美岛之类的对吧 其实泰国那么大 还有很多很漂亮的小地方 是超级小众的 犹如世外桃源 重点是游客少 物联价美 性价比高 这一期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泰国考爱 由于地方有点多 这一期会分层上下级哦 赶紧点赞收藏一起做攻略吧 考爱的天气 常年都适合旅行 这里还可以看见流动的瀑布 考爱是泰国旅游中最独特的地区之一 而且它只距离曼谷短短三小时的车程而已哦 如果你有外国驾照的话 自驾游会更好哦 自驾游会更好哦 打车相对会比较没有那么容易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乘坐巴士 曼谷Modget Bus Session提供 每半小时一辆开往PATCHAN的巴士 巴士票价大约180泰铢 或者乘坐小巴 曼谷Fatory Monument平均 每两小时就有一辆开往PATCHAN的小巴 每人收费大约180泰铢 你也可以乘坐火车 曼谷市中心乌 我让汤火车站 每天提供四班开往PATCHAN的火车 车程介于4至5小时 车票大约是285泰铢旗就有了 到了考爱 你一定会爱上这里满满的花田 小编推荐你21个你不可以错过的考爱旅行景点 1. Primo Piazza Primo Piazza完全就是小意大利的感觉 你会误以为自己身处在遥远的托斯塔尼村庄 自身再优雅的意大利式建筑 而软实小路和文艺郁的大自然当中 Primo Piazza在这里成功打造出舒适且温暖的地中海度假氛围 有成牌的咖啡厅和餐厅 让你可以完全享受度假 有趣的是 你也可以在这里喂羊羊鸵鱼子等的可爱动物 2.考爱酒庄PP Fally 你知道吗 泰国也有自家那样的葡萄酒 重点是还很顺口 考爱酒庄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酒庄 来到这里 你可以品尝到许多不同的酒类 但如果你不是美酒爱好者PP Fally 也有提供自家的咖啡给人品尝 这里还可以到葡萄种植区及酒厂参观 打卡拍照哦 这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都会以你的品酒偏好 推荐不同的酒类给客人试喝 此外这里也有不错的餐厅 快来这里感受一个不一样的泰国之旅吧 3.考爱欧洲风情城堡 卖欧中考鸭油 中程鸭鸭 这座富丽堂皇的度假村除了散发出浓浓的欧式风情 也带有简薄的乡村气息 MyOzone建立于201与2015年这个新颖的酒店 拥有干净宽敞的客房与美式乡村风格的家具 在酒店前也有碧绿的草坪 还有一个蛮大的高尔夫球场 如果你是高尔夫球爱好者也可以在这里一世伸手 4.哈比仁之家班苏安度假村 榜苏旺诺 这里可是低配版1比1还原好莱坞电影哈比仁的场景 重点是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旅游景点 同时还是一个酒店 你可以直接在哈比仁家里过夜 体验大巨人在小人国的生活 这里距离可爱国家公园只有几十分钟的车程 来到这里绝对会让你永生难忘 在这个度假村里 最棒的是莫过于有各式房间供游客选择居住 而且全是照着魔界电影里的样子如实打造出来哦 5.泰木式汽古 这间独特的英式风格旅馆位于可爱 英国南方的迷人乡村景色 当地酒吧和和爱悠哉漫步 完全如实地在这里呈现给来访的客人 让每个人可以更容易一些体验到英式乡村的独特情怀 在这里生存的独特情怀 在这里甚至有一个花园迷宫 无论大人小孩都可在这里玩住迷藏 住宿方面 每间房间当然都是充满浓浓的英式乡村氛围 打造出朴实的感觉 让下榻住宿的游客们可以体验温暖氛围 有的住当然也有的吃 这里可是有所谓的茶室T room 品尝着优雅英式下午茶蛋糕三层塔 而来自新加坡的顶级茶沙龙的TWGT 之后再到重宝餐厅 来个夜间烧烤活动 7. 萨拉无礼向日葵田 Cerapewry Sunflower Film 每年的11月到1月到1月 向日葵田全部得了开花了 无数多品种的向日葵真香开花 那画面实在无敌美的了 平常经过花店 看到一朵向日葵 心情就会变好 更何况是一次一整个花田开花 可以亲眼见见这百朵齐放画面的人 根本超幸福的啦 如果是家族旅游的游客 非常推荐来超推荐来超 还太晚哦 因为在这里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都可以体验自己做冰淇淋 首先工作人员会先教导游客们 一些农业的技术 之后就有工作坊的体验活动 让大家可以实际操作一遍哦 例如真正自己去体验起牛奶啦 或是自己做一只牛奶冰淇淋 这里偶尔也会有牛仔表演秀哦 这个农场全都是蘑菇 这里种了满满的蘑菇 而且可以学到观察到各式蔬菜的成长 耕作过程 另外你也会拿到一些农场自种的蘑菇试吃 比较蘑菇间的差异 这里很推荐给蘑菇米 或是想要吃的健康的人来参观 让你可以学到健康 吃的健康 甚至玩的也健康 农场也有提供相当可爱的蘑菇小屋 给游客住宿哦 十、金汤浦生农场 尖糖浦生 方浦生 糖浦生 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南瓜 另外农场四周各自也种了不同的花田 也有规划可以让游客体验采收乐趣的地方 而且 指定范围里的水果和蔬菜都任均采收 之后在意你采收的量 卓越收的费用 你就可以把蔬菜冷通通带回家 如果在农场里走累了 也有油圆火车可以搭乘猫 它会带着你环绕农场 另外也有不定时的舞蹈秀表演给游客看 十一 肯尼亚洋洋农场 Konia Sheep Farm 这座热门的洋农场 坐落在如画的泰国乡村 满满的羊群如白雪般点缀着 你还可以和羊群们拍照打卡 体验畏畏畏羊儿们啦 如果你想要来一杯斯文成熟的咖啡 细细欣赏美丽的羊群和自然景色 烤爱好玩的地方真的太多了 重点是很多景点都还没被带力推广 所以游客不太多 大家赶紧去体验 记得新关注我们 下期继续带您体验更多的烤爱好趣处 下集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常驻热度简报的观察员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华尔街电视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探索了 泰国烤爱的几个独特景点 是不是已经心动了呢 从Primo P S的小意大利风情 到PB 大力的葡萄酒庄 还有卖欧生挑一爱的欧式城堡风情 再到Banzo Nui的哈比人之家 陶爱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多样的旅游圣地 尤其是那些喜欢自然风光和特色文化的朋友们 陶爱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陶爱之所以吸引人 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美景和风情 当你以为这里的游客相对较少 物价也非常清明 可以让你用最少的钱 享受最大的旅行体验 特别推荐那些厌倦了大城市喧嚣的人们 来这里放松身心 享受自然的宁静 当然 考爱的美景和特色远不止于此 下一期我们还会继续带你探索 更多的考爱好去处 各位观众 赶紧点赞收藏 做攻略 准备好你的行李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考爱有任何问题或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互动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期待与你们的交流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